人际罕至的昆仑山脚下 竟然隐藏着一座规模惊人的大墓 被盗数十次 墓里为何还能保存无数的黄金宝藏 传说中的九层妖楼 谁才是他真正的主人 敬请收看本期经典传奇 九层妖楼昆仑山黄金大墓之谜 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典传奇 我是昆仁志 我们的节目正在今视频APP上同步直播 咱们经典传奇的观众 不少也是鬼吹灯的小说的粉丝 是粉丝呢 那就一定也看过电影版的九层妖塔 当然了没看过也没关系 我给您简单的介绍一下 电影说的是1979年 说有一支部队在昆仑山上 发现了一个诡异的矿洞 胡八一等人进洞探险 历经九死一生 来到一座被称为九层妖塔的王子墓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王子墓 他们都是什么人 他们是为了守护这座林 为了保护一王子后裔而牺牲的人 他们是守灵人 王子墓里的守灵人 那都是来自外星的鬼族啊 他们带着外星怪兽 又和闯入者展开了一场 曲折离奇的大战 什么鬼族啊 怪兽啊 那当然都是编剧的杜撰 但是电影里的九层妖塔 或者叫王子墓也行啊 现实当中却有着真实的原形 原形是什么呀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来说说这个事 事情还得从2018年说起 这一年呢 青海警方破获了一起文物倒卖大案 人造命货啊 一共收缴了646件涉案的墓 找专家一件定不得了 这里头竟然有国家一级文物16件 二级文物77件 什么金瓶啊 金碗啊 金马鞍 银索马脑碑啊等等 全都是连专家们都没怎么见过的 稀罕东西 那么这么多高等级的文物 是从哪儿猛出来的呢 几经追查 有一伙盗墓分子终于交代了 这些文物是他们从昆仑山脚下的 同一座古墓里挖出来的 一座墓里 能有这么多的高等级文物 警方和文物专家那大吃一惊啊 在盗墓分子的带领之下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那座墓 就在这 青海省海西自治州 都兰县热水乡的一片河谷里 古墓背后呢 那就是高所昆仑山脉 穴位是它这地方草原的名城 这个草原叫穴位草原 当地牧民的冬季的牧场 叫穴位草场 所以就是考古学的定名 就是以最小的地名 作为这个遗址的定名 所以我们就以2018学位一号 来命名我们这个墓藏 按考古队最初的想法 血位一号已经被盗墓贼光顾了 不知道多少次了 文物估计是剩不下什么了 他们的主要任务呢 是寻找其他有价值的考古信息 然而万万没想到 发掘工作刚刚开始 连牧师的影子都没见着 却就已经有了大惊喜 这天考古队员们清理木道的时候 发现土里边有一个黄邓邓的东西 像是个动物 这是一个动物 这是一个罪 这是个罪 好东西 像铺手银 这个是个收面嘛 没错 土底下就是一头纯金打造的大象 象身上还嵌着绿松石啊 等等各种宝石 这么好的宝贝 怎么就被扔在了木道里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 考古队加快了发掘进度 大半年之后 血位一号大墓的全貌 终于展现在人们面前 整座墓是座北朝南 东西长五十五米 南北宽三十七米 墓道永道 赵强迅马坑 墓门哪一应俱全 但是 整座墓的结构 却出人意料 这词话怎讲呢 说一般的大墓 无论是规模再怎么大吧 它也就是一层而已啊 而血位一号墓的墓是 用肉眼就能看到 上下两层 底层 还有一大四小 五个墓是 一个主持北边两个测试 南边两个测试的话 所以这个规格还是相当 级别相当高的 大墓位于昆仑山脚下 海拔三千多米 除了冬天偶遇 有牧民到这儿放牧之外 平常可以说是人即罕之啊 难怪啊 大墓分子偷走那么多文物 居然都没人知道 因为根本就没有人嘛 那么问题就来了 如此偏僻荒凉的地方 怎么就藏着这么一座大墓呢 对吧 这个逻辑怎么说得通啊 被盗过这么多次之后 这大墓还能给考古队 留下些什么呢 昆仑山下京县豪华大墓 金银成堆珠宝遍地 金官金甲的主人究竟是谁 金里满起正在贵宾前 上街说到 2018年青海多兰县 昆仑山脚下的河谷里边 发现了一座规模惊人的大墓 尽管大墓已经多次被盗 可是当考古人员 打开墓室的时候 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 那简直就是进了 阿里巴巴的藏宝洞啊 随便扒开一片淤土 都可能发现各种金银珠宝 这个都是六松石 这个也是六松石 这个是珍珠 这个是珊瑚 这个是珊瑚 这个是小链子 带水晶的锥子 这是一米了 可能有一米 好 大墓里的各种金子 就不再给您一一展示了 经过统计的大墓里边 光是大大小小的各种金器 就多达三千多件 就连七盘上描的花 那也是纯金描的 那么墓室里的陪葬品 就只有金银珠宝吗 当然不是 在另一间墓室里边 考古队又发现了 各种各样的什么呀 铠甲 就这块是不是它的肘呀 就是下面是甲 有青铜的 有铁的 甚至还有这样主要起装饰作用的 漆皮盔甲 各式各样的铠甲里边 最让人激动的 还是一副包金千银的黄金甲 这边出来了 金边 就这个边 我还没见过 还有啊 箱的金边啊 而把这么多的铠甲 作为陪葬品 专家推测大墓的主人 生前一定是一位 率军征战四方的军事首领 这两件黄金骑马五十项 更是生动地还原了 当年他们作战时的情形啊 这一匹马呀 马头出来了 哦 真是 是 这个清楚了 一个很漂亮的 再来一个骑马 说不定还真是有人啊 哎呀 马背上是谁呀 哦 拉弓射箭的 对 拉弓射箭的 哎呀 这就是这个 那就是跟那个 这是一个胳膊 这是一个胳膊 对拉弓射箭的 嗯 对 缺了一个头 这好像不是纯金的 又赢吧 嗯 真是漂亮 从黄金武士的相貌和服饰来看 他们应该都不是汉人 牧师里的其他配奏品 造型风格跟汉族 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再结合大墓所在的位置 考古队初步判断 鞋位一号大墓的主人 应该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某个 古代少数民族的首领 那么 具体他会是哪个民族的什么人呢 哎 想搞清楚这一点呢 那就必须得找到墓主人的观果 有墓之名 或者印章什么的一些问题 那就应然而解了 不过一想到这儿 考古人员的心又滴溜了起来 为什么呢 墓里留下的珍宝是不少 可是跟珍宝一样多的 还有各种稻洞啊 整个发掘过程当中 考古队至少发现了34处稻洞 还有盗墓贼留下的各种痕迹 对考古队来说 他们最担心的就是 之前来过的盗墓贼 不但偷了墓中的陪葬品 还把墓里的观果 墓志明印章之类的给弄走 或者毁掉了 如果那样的话 想搞清楚墓主人的身份 那可就太难了 那么考古队的担心 会不会是多余的呢 上节说到青海 写位一号大墓的考古工作 进行了快两年了 各种文物出土了不少 却一直没能发现墓主人的观果 考古队最担心的 那就是观果已经被盗墓贼给毁了 万幸的事 后来他们发现自己呀 想多了 又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之后 一座完好的果室 最终出现在了大家眼前 果室由上百根完整的 上等楠木大建而成 很像是中原顶级大墓里的 黄长提凑 可以想象墓主人身份的高贵 而果室里的棺墓呢 虽然大部分已经腐烂了 但是从残存的那部分 可以断定当年这里摆的 那可是一具贴金画材的大金棺呢 哦 它是金箔 贴的金箔 哇 不但有金箔 还有彩绘 黑红色彩绘 金箔里躺着的一男一女 两个人的海骨 根据那脑部的那个 长度有两个不同长度 所以它初步推断应该是两个个体 经过人骨的形态的鉴别 这个墓葬的主人是一男一女 男的大概是五十到六十岁 身高是一米六六左右 女的大概是四十岁 身高在一米五八左右 从这个骨骼里边还能看出一些 它的这个具有典型的 起码民族的这种特征 感情这还是一座夫妻合照 棺墓里最引人关注的 那得属这具欠满宝石的黄金负面 为了确定大墓的年代 考古队又把搭建果实的南墓方料 还有墓主人的海骨都送去了 做探人十四的鉴定 鉴定结果显示呢 这些个木料被砍伐的年代 还有海骨的年代 应该都是在公元七四零年左右 前头说了啊 根据陪葬品的特点呢 专家推测大墓主人 应该是某个古代少数民族的首领 现在有了确切的年代 那专家就可以做更加细致的推测了 公元七四零年 中原正是唐玄宗李隆基当皇帝的时候啊 那么当时的青海一带会是谁的地盘呢 我想对历史比较熟悉的观众脑子里 立马会想到一个词 土拨呀 没错 这个由古代藏族人建立的政权 在唐朝初一年开始日渐强大 唐太宗的时候呢 因为有文成公主和亲 土拨和大唐的关系还算不错 再后来呢 这个土拨实力就已经强大到 能够跟大唐帝国分庭抗礼 经过几次大战 土拨版图甚至扩张到了今天的甘肃一带 也就是说唐玄宗的时候 青海是土拨的地盘 自然专家就想了 写位一号大墓的主人 难道是当年土拨的某位国王吗 很有可能 不是这么强大国家的首领 哪有这样的实力 建这么大的墓往墓里边 又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金银珠宝呢 不过考古工作总是充满了戏剧性 就在专家们想着怎么去证明 它是土拨国王墓的时候 一个新的发现 把之前所有的推测都给推翻了 就在果实发掘快结束的时候 这天有个考古队员呢 在墓主人海谷脚步的下边泥土里边 清理出了一个不起眼的小东西 东西虽小啊 可是它的出现 居然整个考古现场 一下子就沸腾了起来 因为这是一枚银制印章 印章对于考古工作的重要意义 那就不用我多介绍了 而秀实的很厉害的印面上 还依稀能够看得出 有文字的痕迹 不行 秀了 这是银的 有 银的 有 银的 有字 有字 有人气动吗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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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藏文还是啥 应该是传字 传字 应该是看字 那么印章上刻的究竟是什么字呢 专家把印章带回了文物修复时 可是清理的结果却让他们心头一凉 这印面上刻的好像不是字啊 是画 这是个骆驼看见没 看 四个蹄子看着 这是个骆驼看 这要真是个骆驼 想靠印章确定牧主人身份可就难了 好在他们又发现这个骆驼旁边啊 默默糊糊似乎还有几个文字 为了弄清楚印面上到底有没有文字 考古队最后派人把印章送到北京去了 请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用航天高能显微CT 来分辨印面上刻的内容 要说这个航天高科技就是好事 原本模糊不清的印面放进机器之后 一下子变得清清楚楚 印面上除了考古队已经辨认出来的 骆驼图案之外 果然还另有文字 经过专家辨认 这是八个古葬文 翻译成汉语就是 外甥阿柴王之音 那么这个阿柴王又是什么人呢 一查实料 什么都清楚 阿柴是吐蕃对土育魂的一个称呼 那么阿柴王就可以明确 这个牧主人是土育魂王 正好他这个印章的风格 是吐蕃时期一种典型的印章风格 专家刚刚提到的土育魂 不少观众可能不太熟悉 确实跟吐蕃比起来 它的名气没那么大 不过您要去查一查 隋唐时期的地图就会发现 这也是一个曾经雄霸一方的大帝国呀 土育魂最早其实是个人名 这人是谁呢 金庸先生天龙八部 您看过吧 里头那个慕容父 您应该知道啊 他呀 说起来跟土育魂算是 一个大家族里面的人 都是辽东先卑族慕容部的人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什么前言后言 南言北言啊 都是慕容家族给建立的 而慕容土育魂 就是慕容家的一位王子 一位跟兄弟争夺王位失败 土育魂被迫带着手下千里亡命 来到今天的甘肃青海一带 这个人打兄弟不行 可是打西北其他的各个少数民族 那一把好手 没过多久呢 他就统一当地各部落 建立起了一个地跨千里的大国 国名呢 就叫土育魂 到了几百年之后的唐朝 土育魂开始强大起来 这土育魂可就不行了 尽管他向土拨纳贡称臣 但是最后还让土拨给灭了 根据这段历史呢 考古专家断定 血位一号大墓的主人呢 就是土育魂 晚期的一位国王 对了 最新的考古勘探发现 血位一号大墓并非只有 已经完成发掘的两层墓室 它底下可能还存在着其他的墓室 这座与众不同的九层窑楼里头 到底还有什么秘密 等考古人员搞清楚了 咱们再来接着说 好 今天节目就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和抖音号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 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重量 process breat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